第九十五集 蛤? 這個就是你帶給我的喜訊? 神魔道場裡面 江泰元依牙鬆鋼地看著黃明明 你這傢伙惹了麻煩 把鑊丟給他就算了 還這麼不要臉地走過來跟他說 我敢為你好 明明,你變了 江泰元悠悠地開口 哎呀,這個還是當初那個 才以拋他兩下的小學生嗎? 不對,是幼兒園的學生嗎? 長主啊,你想想 道國武者還是租門的人 肯定很有錢 黃明明就說 拉開吧 江泰元很不爽 一揮手,直接把黃明明扇飛了 長主啊,我是來租借的 黃明明苦笑一聲 連滾帶爬地跑回來 我要租借強姐 趁力清悅湖 江泰元瞥了眼黃明明 哈哈,抱歉 我不想租借給你 黃明明的面色一邊馬上說了 長主,你放心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解釋 如果是被神魔道場拉克 那就真的玩完了 道國武者來了 整個皇家都要跪 江泰元坐在門口 氣略地看著黃明明 和大師兄 來,你解釋給我聽 心情好了,說不定就這樣算呢? 長主,我剛剛搶了他們的空間戒指 有好幾萬元幣 我們一人一半,怎樣呢? 黃明明錯著手稿了 我才不做這種狗車的勾當 江泰元擺了擺手,很皮疑 這樣會弄下我的格吊 格吊? 黃明明有點迷糊 但也明白江泰元這樣不想搶 立即便說 欸,長主不要搶都行 我用這一半來租一隻強姐 讓道國來了,過來找麻煩 直接搶走,行不行? 江泰元搖了搖頭 生意人,道國武者是個大客戶 哪有殺客戶的? 啊,長主啊,你怎麼都不可以看著我死吧 黃明明的臉色一掛,哭哭口地說 道國武者除了神魔的道場 他實在找不出絲毫的辦法解決 哈哈,活該,誰叫你沒事找事? 江泰元冷笑 長主啊,你錢不是我找事啊 他要強迫我入中門 還不給月錢啊 黃明明很委屈啊 我當然不是想留下嗎? 如果就這樣走了,以後見不到長主了 江泰元沉默了 以後清月城的武者賺了錢 都來買神魔單,翠煉一下 這個隨便拿出去一個都算是天才 引起中門看重很正常啊 看著沉默的江泰元 黃明明臉色有點扭曲 帶著一絲老火 長主,這次真是不怪我 是那兩個人,我不答應入中門 就要殺我全家 將我收為勞博 那換作誰都引不下去了 江泰元飢餓一笑 看著黃明明沒有出聲 呃,長主,我錯了 我保證下次一定不會嫁禍給你的 黃明明瞬間就毀了 眼都紅了,差點就哭不出來 江泰元嘆了一口氣 唉,原來你可以 但你畢竟為道場惹來了麻煩 你要為我做一些事才行 蛤,什麼事啊 長主你說 只要讓我繼續租借買東西 我一定做得到的 黃明明很開心啊 馬上就說 這些紙拿去 上面記載著一些材料 盡量幫我搜集 黃明明掃了眼,搓著手 好,長主啊 那這個搜集的錢 錢? 你好意思給我提錢? 黃大少,那是給你將功補過的機會 爛開啦 江泰元生氣了 還敢要自己出錢 不打死你啊? 黃明明打了個冷針 馬上乾笑了 嘻嘻嘻嘻嘻 開玩笑,開玩笑 哪敢叫長主出錢呢? 你又說一馬元閉 我想清理清月湖啊 五次,李元霸母寵 解決城外任務 就去清月湖清理五次 江泰元喊了聲 李元霸和母寵 處理完清月城外必的麻煩之後 直接去了清月湖開始清理 兩位神魔一起動手 效率快了很多 再加上城主府加入 越淺發得起 那些武者做到飛起來 唉,希望黃明明早點湊齊材料啦 江泰元摸著下巴好期待啊 那是諸葛神侯說的一些震法材料 什麼聚員震,絕殺震,幻震等等的震法 如果湊齊了可以佈置在清月森林 如果震法全部都報低 殺震有神魔接手主持 渡過黎幾多,死幾多啊 那些死窮鬼啊,快點賺錢啦 然後請諸葛神侯幫你跌佈震 江泰元對於清月城的開發進度很不滿 清月城發展各行各業都帶動了起來 以前招不到人手的小店鋪也都人滿為患 只要價錢不太低,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工作 各大家族暫時沒有招人手 他們自己的人已經足夠暫時的開發、挖礦、找靈藥了 清神仲兩位善天互相參負 拐下拐下地走入清月城 清月城的居民馬上離他們遠一遠 師兄,我們去哪裡啊? 女子迷惘地看著街道 不知道去哪裡好啊? 去位楊子來的 江泰元,我一定要你死 男子怨讀地說 四周人群木剛雖然是在探沉 但在男子的眼裡卻全部都是諷刺、疲疑 令到他感到羞辱 他清神仲弟子出了中門 哪一次不是爭相追捧 圍繞在他身邊,誰不清一句天才 但現在他是如此狼狽 還沒有人為官,個個都遠離 楊子凌說他在清月酒樓最大的酒樓 應該很容易找的 女子壓低聲說 兩個人拐下拐下地走,搜尋著清月酒樓 一刻中之後 兩個人終於來到清月酒樓門前 正打算進去的 一個人影擋在門前 一身跑堂打扮 面上掛著皮兒,不耐煩地說 喂,現在還沒到快點時間 你這兩個乞丐快點啦 乞丐? 臉色瞬間變幻了七八次 複雜至極,充滿了怒火 你說我們是乞丐? 看你們整室邋邋邋邋邋的 還倒楣呢?不是乞丐是什麼? 跑堂的好不屑 目光一轉,望見兩個人的長劍 臉色微微一變,語氣略有緩和 正月酒樓已經被人包了場 快點離開啦 秘賤的劉毅,亦敢如此辱 亦敢如此辱我們 兩個人的肺都要激到炸了 長劍聲一聲就出笑 殺機爆發 長劍的,有人鬧事啊 跑堂的臉色殺白,轉身就走 停手 兩位善天雖然身受重傷 但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店小儀可以比 眼看著兩柄長劍臨身 一聲怒喝傳過來 一道人影迅速出現 一道劍氣併發 擋開了兩柄長劍 誰敢估我青山中之事? 兩個人很生氣啊 路士來的人 兩位,這裡是青月酒樓 不是殺人之地 人影快速地走過來 是一名中年男子 手持利劍,掌櫃打扮 在下青月樓掌櫃,賀三 還請兩位比局博面 博面? 來這裡的小儀辱我們兩個 你知不知道我們是誰啊? 男子急到笑了,目光冰冷 抱歉,兩位的打扮 著實有點出人意料 小儀又錯,在下代她陪過不是 賀三平靜地說 靈轉身,勞賊店小儀 還不快點爬過來,被兩位大人陪罪 一點眼力都沒有 兩位仙天都看不出來,不想做了 店小儀面色一扁,並不一聲跪下 死亂叩頭 哎呀,兩位大人搖命,是小儀又眼不識泰山 和望,還望書墜 書墜? 男子冷笑一聲,殺雞未燒 朋友,頭都扣了,罪亦都賠了 不要不識好帶 賀三的臉色也陰沉了下來 想不到這個人居然得寸進尺 我們是青山中的人,告訴你 今天她不死,明天滅你們整個七月酒樓 女子也陰冷地開口 哈哈,滅我七月酒樓? 賀三冷笑一聲,譏諷地說 管你什麼忠弟子,馬上跟我爛 死? 兩個人怒火洶湧,見風同出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九十六集 就你們這些三腳貓功夫,也敢來鬧屎 賀三冷笑一聲,一劍斬了出去 劍氣無雙,劍法精妙,兩個人的長劍再次飛了出去 青山中兩位弟子,整個人都懵了 蛤?這裡還是邊境的小城? 那種排五上號的城市? 咦?為什麼隨便拔一個CNT都可以吊打他們? 賀掌櫃還請停手 一把輕油的聲傳過來 楊子玲在樓上慢慢走過來 你兩個人是我的朋友 還請手下流程,不要計價 賀三本來想給兩個人一些教訓 見楊子玲出來馬上收手 這位是貴客 城主皇縣交代一定要細心照顧 講手講吧 楊小姐 是下日無知傷了你的朋友 還請恕罪 唉,咱不怪她 都是我不對了 每日都被成日必的乞衣發放正菜饅頭 引了不少乞衣過來 令到小二哥勞累了 楊子玲細小聲地說 轉眼間任何向兩個人 你們跟我上來呢 兩個人很醜 他們想不到 竟然會在這種場合之下 跟楊子玲相遇 好了,不用救頭了 下次隻眼睛大一點 態度好一點 賀三就說了 顛少依塔實成狠 亦都是最近被黑衣煩得透透 心裏不強才會爆發出來的 多謝將軍 多謝楊小姐 顛少依死亡在這叩頭 這樣才起身繼續做事 在二樓 楊子玲所在的房間 柳兄,財雄 你們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林老呢? 楊子玲咒眉 你兩個人是林老的弟子 跟他頗為熟悉的 之前找林老 想不到林老沒有來 你兩個人才來了 師父有事,我們才來一步 男子劉慶就開口了 跟著面色陰沉的感覺 楊小姐來這個七月城 有段時間了 知不知道一個叫江太元的人 啊?江太元? 你們這樣的樣子是他做的? 沒錯 這個人像著人多世眾 搶了我們的空間戒指 真是活該 等師父到來一定殺了他 不是,是殺了他全家 劉慶咬牙齒齒地說 楊子玲古怪地看了兩個人一眼 蛤? 場主對付你們 還要像著人多世眾? 叫你們的道果初期的師父 殺場主全家 嘩,幾大的心啊 你們是不怕死的嗎? 我看這件事算吧 楊子玲壓低一把聲建議 哼,不可能 劉慶冷坑一聲 好驕傲地說 我劉慶自從加入青山中 何曾受過此種羞辱 我一定要殺他全家 還有這座酒樓 也都要滅了他 女子徐雄也冷淡地開口 一群低賤的劉慶 令到我們受到這樣的恥辱 如果傳出去 我們還怎樣見人啊? 楊子玲咒了咒尾 蛤?你們說啊 撞到的江大元 是什麼樣子 什麼修圍 知不知道他住在哪裡啊? 他才不相信 長主會去玩搶劫 連城主之位都不稀罕 會去搶劫他們? 年僅十五、六歲 已經沒有到九屆 天賦都可以的 滿腦賺錢的鄉下佬想法 劉慶冷冰冰地說 楊子玲咒尾 據我所知 江大元已經是先天 天賦不知 至於賺錢 他確實在整個佬 都是賺錢的想法 不過不是鄉下仔 先天? 這樣還不是一個鄉下佬啊? 武者當然以念武為重 賺錢只是那些低賤的普通人的思想 才行就是不賤了 楊子玲卒卒卒微心 嘆了他 唉 你們自己連接天網 看看訊息啦 另外 鄉下仔就別說了 我真的擔心 你們沒辦法 有命走出青月城 現在的青月城 全城大開發 人人都打算賺錢 你两个人开口埋口 说人家乡人敢不是将全城的人都骂了吗 如果是普通的边境小城 你两个人的本事可以中华 但现在的清月城凡是先天武者 几个武神级武学在身 情散众虽然不错 但在大云角都算不上第一 中来武学可以西你得去哪 以前可以和他不相上下的两个人 现在杨子凡连动手的兴趣都没有 完全可以秒杀 两个人的心里面一寸 杨子凡这副样子 完全没有为他们报仇的意思 还担心他们走出清月城 难道这个江泰园的势力很大 之前好像听到 那些人叫江泰园少城主 难道这个江泰园真是少城主 有个管理清月城的老豆 立刻登陆天网 下一刻 两个人的未识狂变 刚开始是震惊 随后就是惊恐 接着就是战斗 手下有四大强者 三位可杀道果 一位触机无敌 本身实力先天无敌 清月第一人 这个是清月城 你确定这里不是大云角角都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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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凡 刘兴吞了吞口水 我才录露的意思 不单是你 连我都行不出清月城 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亦都不假 两个人都送了一口气 如果对上神魔道场 估计就算将他师傅叫过来 也都没有一些的底气 杨...杨小姐 这个神魔道场究竟是什么回事 一个低级小城 留在聚集之地 怎么会有如此的存在 刘兴抹了抹汗就问 这个完全就是 新手村里面的隐藏boss 祸在这里真的好吗 天网上有解释 你们自己看 顺便思绿冲个量 杨紫玲就说 两个人这样才想起身 自己现在很狼狈 马上告辞 开了房间开始洗澡 青月城酒楼楼下 肥肿面青的许长空 好狗结地望着河三 掌柜啊 这个酒楼我不包了 行不行啊 好啊 河三点头 那可不可以再次退回我 许长空期待地望着他 每次挑战杨紫玲 他都会包下整个七月酒楼 防止有人打搅 然后就在后面比武 来自已经挑战完了 结果很明显 他又输了 河三干咳嗽了一声 面色不善地说 咳咳 许公子 当初谈好 包一日不退的 你这样令得我很困难啊 但是 许长空抹了抹口 现在一日都没到 至少退回一些 让我吃个饭啊 看着一面悲剧的许长空 河三轻叹了一声 唉 算了 虽然你这样打扰了我的生意 但谁叫我们投愿呢 就退你两枚金币 省点洗啦 多谢掌柜 许长空立刻接过金币 不停地道谢 许高子 看你的手头结句 不如我帮你介绍份工来 赚回一些钱财 存够钱 再去道场提升实力 然后再挑战杨小姐 河三就说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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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了 谁要我们投愿呢 诶 一路走一路说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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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